贵的性命花莲民众他要就医洗肾 车子半路抛锚受困风雨之中 索性警方赶到之后马上协助脱困 受到山陀儿台风影响 花莲南区多个便桥因吸水暴涨 造成桥面结构损害而封闭通行 二号早上八点多一名湖心驾驶 要到镇上医院洗肾 因为多处便桥封闭只能绕远路 开到卓夫大桥时 车子却抛锚熄火受困 只能报警求助 报案表示有车辆受困 到塔现场了解 是因为民众要到玉璃镇上洗肾 因台风影响 便道都无法通行 只能不断绕路 最后因汽油不够 困在卓夫大桥南端 本手立即前往购买汽油 协助该车辆发动 让该民在台风天 能顺利前往医院洗肾 在远景协助下 驾驶化解危机 前往镇上洗肾 另外同样是在花莲 由于雨势一直没有停歇 玉璃镇德乌里能亚地区 二号傍晚发生边坡 灘滑阻挡道路 当地里长发现后 立即回报载便中心 和建设客员当地警方 共同会刊封锁道路 三号清晨镇长龚文俊前往视察表示 因土壤松软使竹林倒下卡到台电高压电缆 那个电力公司专业来处理 不然就是高压电线 因为与世关系造成土壤松软 让竹林部分倒落 索性边坡仍然完好 后续会有相关局处进行妥善处理 希望在安全前提下 尽早恢复道路通行 也呼吁除了紧急状况之外 民众还是要避免外出 减少意外发生的可能 未经许可避免外出